立體一 求F1 焦點第一個焦點是50 F2第二個焦點是-50 兩個焦點 以六圍灌走長的雙曲線方程式 以六圍灌走長的雙曲線方程式 首先我們要知道雙曲線的方程式 雙曲線的方程式 這個焦點是在X軸上 所以它這個是 Y平方前面是負的 它標準形會長成這樣子 會長成這樣子會等於1 這是A平方 這是X平方 這是B平方 這是Y平方 所以要把AB把它找出來 那兩個焦點 50-0 所以我們得到C會等於5 灌走長 2A會等於6 所以我們得到A會等於3 A會等於3 A會等於3 所以A跟C都出來以後 那要把B找出來 我們的B平方 B會等於更號 C平方 減掉A平方 我們讓它是正的 我們讓它是正的 讓它是正的 所以等於多少 C是5 25 A是6 A是3 減掉9 25-9是16 是更號16 當然就會等於4 會等於4 再把它帶進去 所以方程式 它的方程式 極 圖形的方程式 就長成這樣子 很明顯答案就可以出來了 等於1 這是S平方 這是Y平方 A是多少3 A平方是9 1是等於4 這邊是16 方程式就得到了 這是1 這是1 我們的方程式長成這樣子 圖形我們看一下圖形 F1是50 50這個坐標是5 F2是-0 所以這個坐標是-5 這個坐標是-5 OK 然後A 就是一樣是左右 左右的跑步線 對身中心是圓點 圓點 這個B 公務者你要畫也可以 不畫也可以 公務者是4 所以這邊是 這是我們的B1 這邊是4 這是我們的A 我們A是3 A1 這是A1 A1 A2 這邊是A2 這邊是A2 A2 座標是-30 -30 那頂點 頂點 這是A 是 30 跟-30 頂點 增交現場 沒有叫我們球就不用管它 增交現場是 A分之2B平方 假設有球 要我們球的話 A是多少 A是3 2 B是 B是4 再乘以10 比方是16 等於3分之32 假設要求增交現場的話 假設要求增交現場的話 沒有球就不用管它 這是要求的話 把它球出來 增交現場 這個呢 只要是方程式 長成這樣子 圖形呢 在這裡 圖形在這裡 這個呢 是我們的立體1 立體1 等於3分之3 等於3分之3 谢谢大家